他们不应该把徐巧新的名单公布吗 你这算搞什么呢 不具名我不受理 具名又给他泄露 替台北市议员徐巧新喊冤 因为原本该是关起门来审查的国民党 考纪会却把党内检举人讲得一清二白 徐巧新徐议员检举这个副委员的部分呢 提出来让这个副委员说明 那副委员也逐一的说明 常委选举社会考纪会 最终认定检举傅昆奇的罪证不足 决意不惩处 只是这样讲出检举人真的好吗 我有点意外 因为有人跟我成情嘛 那我就代为检举 然后也没有想到说 就是名字会被公布出来这样子 但是反正党部要怎么做 就随他便吧 徐巧新不愿多谈 却有自家人看不下去 当愿意拒名检举的人 他的身份被泄露了以后 那是不是会造成这种寒蝉效应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只是这场常委选举会声会赢 如今证据也曝光 就有党员投诉 选前无故收到这份中堂 上头写着祝同志 新春愉快 富贵吉祥 说明的就是花莲县长徐真卫 和立法委员傅昆奇 而且还不止这 随政的还有一份酱油礼盒 搭配中堂一起送 根据网站上 价格580元 特惠价也要499 实际人系傅昆奇无法取得回应 但傅昆奇并非不见人影 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 腰杆要挺直相较于 对于党内事务的低调 傅昆奇在立院质询 依旧强硬 TVBS新闻吹动群乐风味 台北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J